接着我们就来讲报考的费用 到底考这个强积金中介人考市的收费是多少呢?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表 如果你是考不市,费用就是250元 电脑市就是300元 那你看回下面这个表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有其他问题 那我们欢迎你看回 证券投资学会出的强积金中介人考市手冊 OK?或者是高峰晋寿学院的考市手冊 OK? 那接着我们就会告诉你 如何报名去考这个强积金中介人的考市 OK? 报考这个强积金中介人考市有两个地方 可以报考的 一个是高峰晋寿学院考市中心 PIC 即是职业训练局 或者是香港证券投资学会 OK?HKSI 都可以报考到强积金中介人考市 OK? 那我先说高峰晋寿学院考市中心PIC 先 因为这里考期会比较多 OK? 而且高峰晋寿学院考市中心PIC 是又有不市又有电脑市 而证券投资学会就只有不市 OK? 那如果你想在高峰晋寿学院考市中心PIC 你会有两种报考的方法 第一 你可以用邮递方式去报名 只要你在考市邮递 注册截止日之前十个工作天 寄信去 那里面就要包括报名表 身份证 护照副本 有考市费的滑线支票 或者银行本票 就可以用邮递方式 就能报名 你说如果寄信比较复杂 不是太方便的话 同学可以在考市之前 两个完整的工作日 去做报名 那你可以去哪里呢? 你只要亲身或者委托其他人 去到香港湾仔 活到27号 职业训练局大楼的M层 报考和缴交考试费用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同学想在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 HKSI报考这个强积金 中介人考试的话 又可以怎么做呢? 记住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 HKSI只会提供筆市 那如果你想在HKSI报考 强积金中介人考试呢? 你一是就邮递报名 一是就亲身或者委托其他人 去帮你去报名 那如果邮递报名的话呢? 就可以在以下的网址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了之后 要输入你的信用卡资料 那记住在HKSI 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报名 邮递报名 一定要有信用卡 没有信用卡报不到名 行不行? OK? 填完份表之后 寄回去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 OK? 如果你亲身报名 你就可以去到 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的会址 上环永安中心 5楼510室 OK? 如果你亲身报名 就可以用信用卡 或者二办事EPS 好了 今天教大家如何在上环的港铁站 去到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 HKSI的会址 好了 那你首先来到这个上环站 麻烦你找回这个E出口 ABCD的E OK? 过这个E出口 之前有一栋扶手电梯 那你沿着这个扶手电梯 就直上 好了 那上完这个扶手电梯的时候 那你就留意这个路牌 找回E3 E ABCD的E 1 2 3 E3的3 E3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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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牌上面就写着永安中心 你就跟着E3这个路牌走 那就是左转 跟着一直走 你会再见到一个路牌 它写着E3出口的 你就跟着那个路牌左转 你会看到一层楼梯的 你沿着这个楼梯 捉住这个扶手 慢慢向上行 你会看到地面 对面就是金龙中心 我们要去永安中心 不是金龙中心 出了地面之后 左手边是中环 右手边是上环方向 你会见到这个永安中心 证券投资学会呢 就在永安中心的五字楼 那你就朝着这个永安中心的方向一直走 有点赞 好了,當你過了馬路之後,麻煩你向右走 向右走 你會見到永安中心是有一個側門的出入口的 當你來到這個側邊的出入口的時候 麻煩你向左轉,就會見到這個入口 就會有一個電梯的大堂 你向這個電梯大行走進去 由於這個證券投資學會是在五字樓 於是我們要搭右手邊 由四樓去到十六樓的電梯 我們按回電梯按鈕 我不會了解 這可是在四樓去到十五樓的電梯 我們找到了一條電梯的電梯 跟另一個有條件的電梯 也就是從六樓來到六樓來 然後藏出來後 一下就刀釋放棄 你那這支了馬路 好嗎 要是一頓大家 就別人吃了 我們一定要來吃 由十五樓的品牌 有個女子 但是為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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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了电梯之后就按五字楼 因为证券投资学会在五楼 那么你按五字 感谢观看 当你到达五楼之后 向你的右手边走 就会到达证券投资学会 感谢观看